我们在这里来介绍的是 积分的应用之中的胡长的算法 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把胡长的公式介绍给各位同学 然后看它是怎么来的 来 我们首先要画一个坐标轴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找一个函数的图形 好 假设是 这是y等于f of x 那么s代表的是胡长好了 s代表的是胡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d s d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把它画得比较夸张一点 d的话呢 是非常微小的一段胡长 那么它可以怎么看呢 可以这样看 根据必试定理的话呢 这叫做dy 这叫做dx 那么如果说dx的话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短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是一个接近直线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性质 来 我们看一下 dx的平方 我们的话呢 dx的平方是等于这两个的平方相加 但是的话呢 我们不要把它写成平方 我们写成开根号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 dx的平方 加上刮胡 dy的平方 这两个的话呢 是平方和开根号 相当于是斜边 好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整理 dx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希望它把它挪到根号的外面 我们全部的话呢 都同除一个dx 那么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变成1加上 我把dx的话呢 挪到了根号的外面去 然后我们的话呢 想要算的是什么呢 ab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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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的 弧长 那么我们就把 弧长的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了 两边一起积分 所以是由a到b 1加上 dydx的话呢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f的微分 也就是导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f'x的平方 dx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弧长的公式 那这个积分 我们专门来算弧长 不过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个积分往往是并不好算的 这个的话呢 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叫做非常困难的一个积分 叫做椭圆积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是可以算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弧长的计算 例题是说 求方程式y平方等于x的三次方 曲线的话呢 这个曲线由00到48之间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来我们来看看 先画个坐标轴 然后的话呢 y平方等于x三次方 它的图形的话呢 大约是这样的 好 这个坐标是48 这边坐标是00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把函数的话呢 先算出来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先把y先解出来 y平方是x的三次方 所以y是x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 再继续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是它的微分 所以的话呢 y prime是多少 是二分之三 丢下 丢到前面去之后 然后再减一 所以是二分之一 现在的话呢 准备开始来算弧长了 这个长度怎么算呢 s是等于 s是代表的是 弧长的意思 它的积分 我们由 x的范围是 由0 积到4 所以我们这边写 0到4 然后根号 1加上 微分是这个 所以是它的平方 所以是这边的话呢 写是写四分之九 x 这个次方怎么不见的呢 因为这是二分之一次方 二分之一在平方 就变成了一次方了 那么这怎么积分呢 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运用的是 前面的话呢 这边是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我们的话呢 把它改成 1加上四分之九 这是变数变换的公式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熟悉的话呢 可以回去看 变数变换法 这边二分之一 就会提升为 二分之三 那么前面就要补上一个 三分之二 还有连锁率的话呢 告诉我们说 这边还有一个x 连锁率告诉我们说 前面会多一个四分之九 所以我们前面还要再补上一个 九分之四 积分完毕之后的话呢 这边画一条线 范围 x的范围是几到几呢 零到四 所以这边写零到四 于是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四带进去扣掉零带进去 所以的话呢 答案是多少呢 四带进去的话呢 这边是三九二十七 二四得八 这边四带进去 各位同学 这边是十 十的二分之三次方 扣掉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计算的时候 得外的小心 各位同学 千万不要看到零了 以后就不理它了 因为这个带进去 它还有值的 减掉零带进去 这边是三九二十七 这边是二四得八 好 零带进去 发现是一 一的二分之三次方 仍然是一 那么答案就是这一个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之中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公式要会用 然后计算的时候 我们发现 弧长的计算 一般来说都不简单 因为它的话呢 里面都有开根号的一个问题 来我们来介绍一个 弧长的例题 这例题说 方程式y平方等于x三次方 这个曲线由00到48之间 长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把图形的话呢 大概的画出来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是00 这边是48 图形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这边是00 这是y等于 各位同学的话 看y平方等于x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y是x的几次方呢 二分之三次方 这样子写出来会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的弧长的公式 弧长的公式s是等于 积分a到b 根号 e加上f'x的平方 dx 这是我们要使用 弧长的公式的时候 必须要先算微分 所以我们先来个微分吧 yf'就是y' 先把它算出来 y'是多少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基本的微分 这是一个多项式的微分 二分之三扔到前面去 这边的话呢 二分之三要降一次 所以变成二分之一 微分后 我们就直接带这个弧长的公式 这边的s就直接写了 来积分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范围 范围的话呢 这是x 这是变数是x 所以我们的话呢 范围是由 0到4 所以这边就写 0到4 那么积分的击数是这样的 1加上f'x 就是这个的平方 这个的平方 怎么写呢 这边2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4 3就会变成了9 这边的话呢 x dx 好 现在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为什么会次方没有了呢 二分之一的平方 就会变成了1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积分了 那各位同学可以 看前面变数变换法的一个技巧 这边是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二分之一次方 我们就直接积分了 继续等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写 1加上四分之九 x 这边是二分之一 提升一次就会变成了 二分之三 提升了完以后 前面要补上一个 三分之二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连锁率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四分之九的话呢 前面就要补上一个九分之四 积分完毕 这个的话呢 是它的不定积分啊 我们积分完毕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范围是零到四 这边就写上 这边就写上零到四 那么使用维积分基本定理 我们把四带进去 扣掉零带进去 来继续写下去 四带进去是多少 这边的话呢 前面的系数我们照写 三九 二十七 二四得八 好 把四带进去 四带进去的话呢 四四就抵消掉了 所以这边一加九就变成了十 这边二分之三 照超 扣掉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的是 很多同学的话呢 在这边看到零就不想写了 就直接就写答案了 那要特别小心哦 这边带零进去 并不一定会变成零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零带进去 我们发现它并不是整个是零哦 所以要照写 照超的话呢 这边是二十七分之八 好 零带进去 这么没有了 一的二分之三次方 我们就照超 于是答案就变成了 这个 这个算是 我们如果整理一下的话呢 是二十七分之八 刮胡 十的二分之三次方 减一 那各位同学的看一下 这个答案的话呢 看起来也蛮复杂的 那么积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在胡长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的这个公式里面 有一个开根号的一个过程 所以的话呢 我们是挑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题目 如果您的一位置信用 我们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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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